雲林有民眾投訴 就在十四澳當天北上訪友 開車行進國道一號臺中路段 這前方的車輛行車偏移 按了一聲喇叭警示 沒有想到對方疑似非常不滿 就一路B車三十公里 這名駕駛驚恐的說 對方行進中不斷的擊殺 甚至逼近他 害他差一點 就撞上護欄 民眾開車行駛國道控訴遭銀色車輛 一路B車三十公里 拍下銀色轎車 變換到他車頭前方 卻瘋狂擊殺 當駕駛受不了 要切換到左側車道時 銀色轎車又跟著切到車前方 最後駕駛不忍了 決定要從左邊超車 沒想到銀色轎車也狂閃方向燈 甚至往左邊越來越逼近 最後駕駛急吹油門 才終於往前開鄰 也直呼真的嚇壞了 投訴民眾表示十四號當天要北上到苗栗 訪友 開車行經國道台中路頓時 疑似銀色轎車行車偏移 他按了聲喇叭警示之後 近一路遭B車二十分鐘 投訴民眾事後報警 警方也從行車記錄器掌握車牌 全能依強至極妨礙公眾往來最嫌 偵辦中 警方忠誠與您報導